Coco 妳今天穿什麼啊 我是海鮮杯麵 呵呵 為什麼妳要穿這個啊 因為是C服啊 航運骨再噴啦 航運骨再噴的歐洲運駕指數 今天還漲停耶 哇 漲到這時候嗎 欸 可是 會不會通膨又起 會不會 反而造成美在疊疊不休 美在現在疊到好買點了嗎 還有 有圓業效應喔 還有紅包行情喔 台股要噴到這個點位 哪個點位 增加時間 前景概念骨 Coco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妳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好吃的麵 海鮮麵嗎 我是海鮮麵 海鮮麵 Coco 這什麼 蓋頭 蓋頭 這個蓋子 蓋蓋 看妳的後面 蓋蓋有沒有看到 欸 對喔 妳大家好 那我介紹我一下 大家好 我是姊姊郭哲龍 哇塞 欸 妳今天為什麼師傅 師傅要來啦 師傅 因為航運股在噴 航運在噴喔 有沒有可能 漲到這個時候呢 漲到哪個時候 我們分析師會告訴妳 欸 那航運股漲上去的 通膨會不會起來呢 不會啊 增加上來的美在疊了 疊到好買點 是好買點 問一下分析師 當然問一下玉凱老師 好 哇塞 啊到時候 威嚴老師還告訴我們 原效應紅包行情 會不會台股噴到 這點位啦 剩下10天了 剩10天囉 要選舉了 對 欸這是妳會投票 會啊 會嗎 確定 我是為了節目效果 妳本來不是不知道要投誰嗎 是 我已經有頭緒了 喔已經有頭緒了 是的 剩10天選舉概念股 衝啦 要選誰 我就不問了 不問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SeeFoo SeeFoo 妳真的是第一個吃SeeFoo的 你看SeeFoo 感恩SeeFoo 讚嘆SeeFoo 剛剛有一個導播還說 妳今天不是GeeFoo 妳今天是SeeFoo See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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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是嗎 我看到了 是我們今天吃海鮮丼飯 我來海鮮丼飯 啊你怎麼有牛肉啊 為什麼知道 怎麼那麼好啊 有牛肉耶 我不知道 政策概念股 牛肉概念股 牛肉概念股 有斷牛肉出來 還有妳其實是蝦子啦 海鮮是蝦子 妳到底定什麼 因為妳都不吃生的 我怕妳吃太少了 那這牛肉是誰的 這牛肉是妳的 我特別為妳點的 它有多點牛肉 我看起來一塊而已啊 兩塊而已 借過一下 借過一下 喔喔喔喔 顏月有牛肉嗎 嗯嗯嗯 它就像茄子 我常常吃茄子 可是這個小黃瓜炸什麼炸 很沒誠意耶 沒誠意耶 好不好 也有 這個什麼 鮭魚卵 鮭魚卵 你敢吃嗎 我敢吃喔 鮭魚卵我會喜歡吃 那太好了 鮭魚卵我會喜歡吃耶 超喜歡吃 太棒了太棒了 好不好我們請教稍微專業分析 好 看有沒有源源行情好不好 有沒有 第一位 哇帥氣多金 來 蘇瑋老師你好 蘇瑋好 Coco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碗 哇 這一碗 SIFE的丼飯 是 我其實最喜歡吃海鮮 哇 而且是生魚片 那為什麼這樣跟大家講呢 其實我們看 這一口我先 我先來吃一口好了 這個是 這是鮭魚卵嘛 對嗎 對 我先來吃一口 先讓大家看一下 很棒吃 哇 有沒有想要感恩師傅 讚嘆師傅 感恩師傅 明天股票就漲停 哈哈哈 太棒了太棒了 好不好吃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 因為這個是 這是壽司 壽司 壽司狼 喔是壽司狼的喔 對 壽司狼的 壽司狼很有名嘛 對啊 我其實大概一個月會吃個 兩三遍 哇 你吃不多吃喔 我常常帶有時候帶小朋友去吃 哇塞 然後他們吃完之後都跟我說 爸爸我要去吃杖壽司 為什麼 因為杖壽司可以玩那個球 對他累積那個盤子數 這個問玉凱一定知道 對 對他累積那個盤子數 那個跳蛋 跳蛋 你一定要這樣請 扭蛋 你一定要這樣講 跳蛋 小孩子不知道 你講迷會 你這樣尷尬反而很奇怪 對啊 對不對 對啦 杖壽司可以玩 對啊 跳蛋 所以玉琳老師問有時候多斤呢 因為這樣在台灣這個 台灣這樣這個 社會裡面 現在能養得起四個的 一定很多斤好不好 真的 多斤 哪個斤要講清楚耶 這個 這個我們私底下這樣 私底下 私底下我不想知道 好不好 謝謝 好不好 好 那個LINE 小小鼠 M O R E 巴巴巴巴 那個LINE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加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喔 嗯 直接點那個標題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影片標題 就是影片標題點下去 假設影片標題這個點下去 對不對 對 手機要直的放喔 然後點下去以後這邊就有那個 標題以後下面就有連結有沒有 對老師的連結 連結就有老師的LINE啊 怎麼樣啊 好不好 都可以加 好不好 這位老師的LINE 來看一下 喔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點連結 或者直接小老鼠怎麼樣 M O R E M O R E 巴巴巴巴 這是這個很重要 第二位 哇 這個也是 也是多金啊 多金 那個金是哪個金 金娘的金 喔 不錯 對耶 呵呵呵 人家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而且同一個注音符號 是是厲害厲害 厲害喔 林育凱分之鳥 大家好 因為剛剛哲哲說到說 不太敢吃生的嘛 對 尤其是你第一次去壽司廠 一定有很多生的 你去第二次就沒問題了 一回生 二回熟 喔 不錯耶 不錯 是不是 是不是 不錯 不錯 喔 來 好 跟講完了 跟講了 對對對 我們來LINE上一下 好 沒有啦 沒有 不是你今天不是有三首歌 我就不錯啊 沒有啊 哪一首 台股的那種看法 就是台股現在散物 心情很悶 你知道描述這個東西嗎 郁悶啊 郁悶是不是 OK嗎 吃完了嗎 要不要喝個水 沒帶水啊 沒帶水啊 對 好我覺得現在呢 大家真的要勇於浪子回頭啊 我要看到很多的這個散戶投資朋友 去年這個行情那麼好沒有賺到 對 分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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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點 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 請你愛相信我 你賺了不夠不要把我衝肛 對 你賺的不夠是你自己的問題喔 對 但是你要相信我好不好 你要相信福利社 好嗎 喔 欸不錯 唱歌不錯 唱歌很有進步 有進步 更好聽了 聽他的歌感覺 哇我人生怎麼突然有點悲慘 感覺很多抽煙了 沒有沒有 是賞務朋友們 覺得 哇 感覺很惆悵 去年賺的不夠多 平均股票要賺90萬 90萬 如果沒有賺很多的話怎麼辦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 看我們的節目 加入老師Light 加入老師Light 好不好 小老鼠 WIN16888 哇塞 這玉凱老師的Light 來 下一位 哇 也是很帥氣的 而且也是怕老婆的 愛老婆的 非常怕 非常怕的 陳俊元分師你好 哈囉大家好 我來蹭飯的 哎呀行情越來越好 伙食也越來越好 這個又是海鮮 幫我老婆品嘗一下 又老婆 左老婆又老婆 對不對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老師我想問你一件事 台股有時候都需要看一條線 就看季線看月線 可是我比現在 我比現在要知道的是 老師你看一下 老師你頭上這條線是怎麼用的 對啊 低頭一下看一下 你抹多少髮條 真的耶 你遲早是怎麼分啊 造型嘛 新的造型 沒關係 我覺得這條線很帥氣耶 那就像台股的季線一樣 早就已經翻起來了 現在你不用想那麼多利空啦 那個翻起來 季線翻起來 趨勢在哪一方 多方 我覺得他那條線不錯 很不錯耶 要不要也替一個 羨慕一下 像我頭也是很造型的 很多人覺得 嘖嘖 你頭怎麼都立起來 開玩笑 身為男生 本來該翹就要翹 好不好 這個我都不用塗髮膠了 對不對 莉莉在目 你可以證明吧 我可以證明 就像素顏都可以立起來 好不好 真的 所以財經界都這樣 頭髮要很重要 注意一下好不好 來 裕凱老師你都不理我們 你都在吃東西耶 如果那天啊 你多點都站起來啊 你吃完了 對啊 唸瓜山子配飯而已耶 不要吃太多飯 我會想睡覺 好 醋飯也會 因為 玉凱老師 上禮拜那個比賽 剛好 就差一點點 鍋貼 四海猶榮 碎敗猶榮 結果吃 他 生氣的不是沒有得冠軍 生氣的是沒有吃太多 就是 俊遠老師 LINE 小老鼠 J178 或者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點標 點那個我們節目的標題 就可以有連結了 好不好 那除此以外 我們福利社 哇 這個 發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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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已經抽完了 抽完了 恭喜大家 可是抽完 按照以前慣例 可能會有大概十來位 忘記領了 忘記領了 我們到禮拜三或禮拜四就要結束了 對 就要結束了 這不管了 因為已經講好久了 好不好 那因為 我們要把這個 怎麼樣 理財 發財力 送給 有緣人 好不好 我們再多的再給大家 所以你還是可以留言 好不好 考慮一下 留言一下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片尾又告訴你 你有沒有中獎 好不好 注意一下 我們發了220份 對的 福粉發好多 發很多 我們要發到 過年了嗎 不是 不是我們發這個也花了快20萬 這麼誇張 真的 你們很幸福 因為總共大概有1000份 有 一年1000份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幾位老師 你好 多金多金 我來 小跑步 多金 剛才聽到四個小孩 哇 真的是厲害 好老師 好 月月效應加紅包還請 台股噴到 這點位 怎樣噴 老師 好 我跟大家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然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的行情 雖然是比較震盪 那震盪的隔離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說 政策的概念股票 相對來講是比較強的 老師雖然震盪 可是你看台積電拉尾盤 對還是有 默默的 偷偷的資金還是進去了 所以因為有效應 我們先來看一下 老師這個行情 好 先來看一下這個 台積電 除了台積電以外 很多人想知道 比如說日本的強震 對 我們一個個解釋老師 來看一下 好我跟大家來講一下 強震的部分 其實我想在過年的時間 這個元月元旦的時間 大家就想說 這樣的消息出來 本來我心裡看到 第一時間其實蠻擔心的 就擔心說 其實會不會有人員的傷亡 確實是有一些人員的傷亡 那根據這個過去的經驗 大家擔心說 會不會像之前311那個時候 電子產業的一個斷鏈 但是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不會發生 為什麼不會發生 我們可以從 這一次發生地震這個時間點 這個地圖 很辛苦喔 等一下貨櫃三雄 還要解釋一下 鴻海在哪邊 對沒錯 蘇伊士運河在哪邊 好不好 所以你看賞賦陪我們 憂國憂民 對沒錯 地理一定要好 歷史要更好 好不好 烏克蘭戰爭 為什麼烏克蘭跟俄羅斯 為什麼本來是兄弟 變成像仇人一樣 你看到歷史都搞得很好 好不好老師來繼續說石川在哪邊 對石川線在這個地方 那原則上 它主要在於這個春田製作所 那春田製作所 就是跟被動元件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大廠 所以大家就會擔心說 哎呀今天這個被動元件 會不會有轉單的效應 可是看起來沒有 為什麼 因為春田製作所 他們自己都講說 沒有受到太大的一個影響囉 而且第二件事 春田製作所不只在這邊啦 他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設廠 對沒有錯 而且其他我們看 像這個Rapidus 或者是像得收儀器 或者是像這個三星半導體等等 我覺得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說像 發生了地震的位置在比較下面 像這個Sony啊 盛高啊 這個跟台灣就比較有關係 像Sony這個廠的話 就是跟台積電合作 盛高的話就是跟台盛科 做一個合作的部分 所以原則上 地震位置發生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 從整體的台北股市上面來看的話 今天大家 我覺得有點自己嚇自己啦 自己嚇自己啦 對這電子股 大部分都拉 可是就像剛剛哲哲講的 這個台積電尾盤的一個偷拉 我覺得後面的行情還是值得大家 做一個期待 所以老師不必緊張就對了是不是 對我覺得不用太過於緊張 先不必緊張 因為三元一大地震那時候 隔了幾天也大概跌了499點 對 訪問也沒事了 大丈夫了好不好 老師這些都講了 這些大家參考一下放大 老師剛才有做迅速講這些東西嗎 對這個地方我都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重點再來 因為發生地震的位置在這裡 這個石川的春田製作所 所以被動元件大家本來期待 會不會有轉彈 那目前看起來是不會 對那其他的相關的我們看像 這個Reptus是半導體 Sony 盛高 美光我們這個都講 像半導體跟記憶體相關的 所以呢 目前看起來不會有斷鏈的問題 好這些你都可以記起來 因為日本有些多的都 比較地震 比較多斷層 對 那比較多斷層你把它學起來 學起來萬一啦 但不希望 萬一哪個地方發生了地震以後 你至少看到這些廠 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或者我們福利社可以第一時間告訴你 對沒錯 所以這個很重要 各個設廠地鐵很重要 好不好 這旁邊有注意觀察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三義地震不用擔心 對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那現在是要擔心 我是不是陸寶山空手而迴 老師圓圓效應來看一下 不會空手而迴 為什麼 因為今年就是飛龍在天的一年 為什麼會飛龍 為什麼會這樣 飛龍在天 老師你不錯喔 你要跟玉凱老師PK喔 來玉凱老師來 飛龍在天 唱唱唱 心道頂 百合四季 唱唱飛龍 百合七天 喔喔喔喔 我們福利社變唱歌團體了 變福音社啦 好 所以我們繼續再講喔 那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跟大家分析會有所謂的 圓樂效應以及紅包行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根據2011到2023 這一些1、2、3月的漲跌幅的排行 我們先看最下面喔 勝率 1月份 2月份 3月份分別啊 上漲的幾率都是69% 69.2 甚至這一年 這個地方 3月份 76.9% 那我跟各位講 實際上比你看的還要更高 為什麼呢 我們再把這個圖縮小一下 主要重點再來 這個2022年 2020跟正下 3月份這個時候呢 跌了多少 14%啊 為什麼跌了這麼多 COVID-19 對COVID-19 那個時候是疫情啊 所以呢 跌的幅度真的是很重啊 所以 他是拖累了整個3月份的漲幅 平均啦 不然你看每個都漲2%3% 所以你COVID-19不要那麼嚴重的話 2020年1月2月3月都跌 不然的話 其實整個勝率 整個平均點數 更高 都漲很多啦 對沒錯 那我就講 3月份如果是表現非常好 1月份表現也非常好 那其實大家 就不太用擔心說 會不會過年沒行情 我跟各位講 過年會有很大的一個行情 平均都大概有1.5%啦 對沒錯 1.5%其實這邊 也是蠻特別的齁 所以 老師大概也都 平均大概都至少有250點啦 對 平均而言 雖然3月份只有0.04的一個 漲點平均 要不是那個 一口氣跌了14% 對把它吃掉了 其實一口氣跌了14% 不然其實平均 應該也有1%以上 對 他會在 大概在水準之上附近 好 所以1.2.3元平均而言 都是應該漲的 謝謝老師 所以語言效應 所以這個還有機會在漲嗎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以外 大摩上看 台股上看2萬點 真的假的老師 可是大摩是反指標 大摩是反指標 說不定這一次會準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樣跟大家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都很擔心 親手 我這樣跟大家講 我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根據這些法人機構 不管是Morgan Stanley 第一經本土的 像統一 國泰 富邦中信等等 那原則上預估的 這個高點大概就是 1萬8到1萬9附近 那其實我覺得第一點 說1萬5 1萬6 我覺得其實 來的機會也不是很高 為什麼 因為我想接下來 大家都知道嘛 2024年就是一個降息 降息的一個年度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會差到哪裡 我覺得這個只是說 打一個預防針 最差可能到這裡 可是我覺得 大概1萬6 1萬7 頂多 我覺得像 我比較 針對像這個 中信投稿 我覺得低點大概就1萬7 高點 我就不要學 Morgan Stanley 我學第一經好不好 1萬9千5 1萬9千5 對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而且在可能會在上半年 會有機會出現 我覺得你要講1萬9千9 1萬9千9 如果到時候台灣股市沒有上2萬點 然後又靠近1萬9 你就贏了啊 你說我怎麼樣都比 Morgan Stanley準啊 是不是 裕凱老師 你就有機會2萬點嗎 我覺得2萬9千 是勢在必得啊 勢在必行 來 勢在必行 怎麼唱來的 為愛付出 為愛付出 為愛付出瘋狂 為夢收一點傷 為保護我的信仰 變得更堅強 為執著很衝直撞 為你說了點話 別說我一直找不到方向 找不到碗拔好不好 找不到兩碗都可以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Key是不是起比較高 起高啦 起高了是不是 眼看他起高樓啊 原唱有起那麼高嗎 原唱啊可能略低我一些 可是我覺得那個音色不是你最好的音色 真的嗎 降一下Key 對啊 我也有愛付出瘋 沒有沒有沒有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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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啦 不錯啦好不好 俊老師有沒有點壓力 突然覺得該唱個歌 唱起來啦 撐飯 撐飯不在唱歌的 我們今天有在開位 今天俊老師幹什麼 這是來撐飯的 這就好啊 今天沒有他 今天沒有他 我們只是為了湊除三個人 沒有啦你還是可以講一個行情啦 對啊你怎麼沒有問我 會不會上兩萬 怎麼會這樣 會不會啊 只能問你股票的 只能問你半球的點啊 是好 沒有看就好 兩萬來你說 好啦這個時間點我會說 那個一萬九真的是有機會啦 那兩萬的話我保守一點 到時候不相信的人 越多的話 我們再來談兩萬 有時候人就這樣子 每個人都相信的話反而不會散 所以目前為止 反而是玉凱老師覺得勢在必行 一個是一萬九 一個是一萬九千五 那玉凱老師是兩萬 喔拭目以待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老師那為什麼你有這些想法呢 還有法來看有什麼東西 對主要就在於說 庫存的區塊 然後新的產業嘛 這個AIPC 它算是一個upgrade 過去大家說 PC我不要嘛 現在AIPC每個人都搶成要嘛 以及呢像一些這個 IC設計 甚至NBPC等等 以及呢像一些運動產業 因為接下來就是奧運了嘛 所以呢等等相關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特別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去看排機點 它在18號的一個法說會 如果說它AI的這個 所謂的比重啊 能夠提高到三乘四三乘五的話 我覺得 甚至我可能不排除啊 我就要學一下玉凱老師 兩萬 我覺得就有可能 好我們再看這個另外一個地方 好 所以呢我們從這個台股1月份的一個大四季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樣 1月9號到1月12號 美國的這個CES展 到時候我們福利社會在跟大家介紹 對 歡迎老師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不好 這時候CES展 看有沒有AI及AIPC的相關供應鏈 股票會噴嘛是不是 對沒錯 好那老師你繼續說 那這個以外呢 像1月13號禮拜六 這個是大家眾所矚目的 這個台灣總統大選 那重點在於什麼族群 重點像今天 今天表現又非常強勢 像觀光是上個禮拜有先章 探權生計軍工等等相關的股票 那我提醒大家 這個所謂的一個選舉概念股票 應該要在選舉之前 儘快來操作 你不要等到選舉之後 通常會是什麼樣 利多出境 所以呢你必須在選舉之前 趕快來說一個競爭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是 那我們再往下看 像這個1月18號禮拜四的 台積電的法說會 那我剛剛有講 台積電法說會 如果他能夠提到 AI的一個所謂的一個佔比 能夠到三層 甚至三層會 我覺得這個台積電還有機會往上漲 那我覺得台積電漲可能 漲幅不見得那麼大 可是台積電們 他的相關的一個設備 小台積電們 對對對 他的表現 啊那個師傅有問題 問你這個師傅 老師我師傅問師傅 老師我想問啊 就是這三個事件 哪一個最有可能 漲到農密年 欸你很像那些就是 哪一個 那種變色龍 變色龍 你這樣在背景是藍色的情況下 你整個都變進去 你頭再收進去 就不見 對對對 欸 欸 欸 好有趣喔 對啊 引蛇出動再一次 嗯 那你要有人要唱歌啊 唱歌 唱什麼歌不是唱歌啊 吹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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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內容都是 呃比較長線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他不會很短線 就是說可能看 炒個兩三天就結束了 所以 這三個題材上面來看的話 呃分別來看 比較短線的應該是 總統大學 因為真的時間越來越接近喔 所以呢 短線題材這可以做 那大概中線一點點像 CES 那長線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台積電 法術會的相關概念股 好啊 老師有做的短中長都告訴大家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喔 等一下 那大家我們再介紹一下 因為你今天要介紹 就是現在的選舉概念股嘛 對 選舉概念股你說比較短一點點嗎 是不是 呃就是在選舉之前 我覺得都有機會做一些加法 都有機會嘛 那我們先來看 你們不能過期的 再來看選舉概念股沒有用嗎 是 等一下老師會介紹選舉概念股 先講大盤 老師今天台股關股是創新高 再拉回 怎麼看 呃今天跌了77點 但是我覺得 後面來講我習慣會看這個 Poco Ratio的數字 那今天最新的一個數字 大概在1.08附近 那我根據過去的經驗上面來看的話 說股票要拉回 它必須連續兩天 都在1以下 賞戶比較偏多啦 對對對 那個時候 那現在 賞戶比較偏 Poco Ratio是個反指標 如果小於1的話 代表賞戶 POOT出於扣嘛 代表賞戶可能 做多的趨勢比較用力 那個用力的話 通常反而不會準嘛 對而且今天是跌的過程當中 Poco Ratio反而沒有跌破1 所以我覺得不用那麼擔心 各股表現的機會 應該會相當的大 那我們再 老師你講的是3點以後 再重新調整最新數據嗎 對我講的是最新的數據 最新的數據 明天一大早看到還是一樣 1.08嘛 大於1 代表其實賞戶 還在做空 就有機會上去囉 賞戶朋友 你們不要做空空手了啦 好不好 都來看福利社 馬上讓你信心滿滿 那上櫃老師你來看一下 上櫃的部分的話 它距離前高還有點距離 前高在236.44 那我覺得說 現階段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後面只需要稍微 會做一個補量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喔 主要是這幾天大盤比較量縮 然後中小型的一個個股量 也比較沒有出來 可是呢 當大盤在往上做挑戰的時候 其實 中小型的類股 它反而是有機會 再往上做一個挑戰新高的一個動作喔 好挑戰新高的一個動作喔 實際上外資今天就來買欸 都自己在賣 不知道賣多久了 一直在賣賣賣賣 是啊 外資在買怎麼看這個 對我覺得外資就是 短線上面的一個操作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它的進出 就是一點點而已啦 一點點 開著換價嘛 今天美國股市 也在休 昨天美國股市休息 對 今天美國股市早上開盤了 所以今天量 算交易算清淡啦 對沒錯 那明天應該外資會不會再回來買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 根據我們剛剛講那個 Pocology的數值 散戶稍微比較保守 那就代表說 行情絕對沒有走完啦 好老師 阿育凱老師這禮拜 週限有沒有機會收紅 還剩三天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所以七七點有機會是長上去 七七點有機會 對 好 那俊仁老師你覺得呢 大盤的行情呢 欸我覺得現在喔 大家不用看得太複雜 一條十日線 其實把十日線 老師你還在講 老師你還在講 一條十日線 好啦現在就一條十日線 其實喔從去年的十一月 欸這個很明顯欸 我們去看一下 這條線非常明顯欸 對啊到現在你知道嗎 只要任何的長黑啊 打下來到十日線 其實都有買盤的力道 欸我突然想要跟這條十日線欸 還不到十日線欸 真的欸老師 這條線好明顯喔 對啊太明顯了 這個怎麼那麼的明顯呢 欸外資從聖誕節之前就開始買欸 聖誕節之前買欸 九連買 那聖誕節過後 今天那個五連買了喔 所以人家做得那麼明顯 所以大家這個時間點喔 只差一個啦 大盤要補量啦 所以現在大盤 你只要開盤預估量過三千億 那基本上滾量軋空的架構又會回來了 喔只要過三千億 你說開盤的時候預估三千億 對預估三千億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喔 好老師講到十日線 哇是C5C5 吳俊老師一講這句話 哇就勝過玉可老師唱那首歌了 好不好 印象比較深刻 一個是視覺效果 一個是聽覺效果 好不好 老師 我們繼續再講喔 所以從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三大法然 我覺得今天的買賣不大 所以影響也不大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各股表現的機會 還是一個比較主要大家要觀察的 好那政策概念股 政策概念股 要選舉了嘛 政策概念股先展 對政策概念股 第一檔不得不看的 一定是這個1519的滑城 那這一檔個股的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還記得 在上個禮拜五 曾經盤中一度是大跌的狀況 可是呢 在大跌的狀況之下 今天反而能夠收出一個紅棒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算是一個訊號 而且它的KD指標 在第一檔已經出現翻揚 重點在於說 它北美的訂單是 持續性的增加 而且它毛利率實際是創新高的 今年的產能預估率 預估率呢 有機會提升到 30%到40% 那我覺得說 華盛後面能不能夠再 再往上突破創新高 其實今天喔 有本土頭庫啊 說多少 500塊 它喊到500塊 哪一個不要說本土頭庫 哪一家頭庫啦 凱基頭庫啦 凱基頭庫 凱基頭庫 在這裡說500塊 我覺得 能到當然是最好 你不要看這些 你們凱基的大戶 沖得很開心 就含500塊喔 對 我覺得 它能不能夠再漲的關鍵 就是說 我們看這個K線組合 因為它是兩紅加一黑啦 那基本面有這麼好嗎 對 基本面它 本益比偏高 多少是 預估大概這一兩年 我覺得 法人的預估是 接下來大概在 落在30倍上下 30倍上下 所以才十來快而已 對 本益比目前確實是 比较偏高的啦 才EPS可能今年賺10塊錢而已 沒錯 比較偏高 哇塞 對 那後面就是看說 它這個線型如果有機會突破的話 那就往這個錢高 376挑戰 那我覺得 這個的一個 邏輯的論點 就必須在選錢 如果選錢 有機會達成這樣的條件的話 它就有機會往這個376做個挑戰 那 投資人在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 目前來看今天是收342嘛 所以到376我覺得短線 如果突然急漲一下 或許是有機會 反正要做選錢 然後選後500元聽聽就好 對 好不好 政策概念 我華城下一站股票 老師來 好那一樣我們看1503的試電 試電的機期是比較低 所以呢有一個另外一個邏輯的思考 就是說我可以看華城做試電 因為大家覺得可能華城比較高 比較貴 可是華城跟試電有什麼相關的關係 他們都做什麼的 他們都是做這個重電相關 比如說配電盤 然後這個所謂變壓器相關的一些內容 那試電也算是很老牌的公司 不過它的一個 本益比相對來講是更低的一個狀況 那我可不可以插個話 就是現在有沒有可能是說政策選舉概念 還有一個其實這幾個 除了那個 除了是綠營的話 其實白的 就是白的跟藍的都有說過 核市是不是有可能要討論核電要重啟 因為核能以後是未來的發展 那可是像日本的仁登半島 還有就是石川縣那邊的地震 那邊剛好也有核電廠 是因為核電廠的關係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又不安全 那不如我就是壓寶這些重電乾電股 有沒有關係 兩者都有 都有 選舉跟日本地震都有 對我覺得兩者 因為剛好算是加成的一個效應 對 那回到試電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檔各五 我簡單用四個式形容它 叫做高貴不貴 為什麼叫高貴不貴呢 因為它價格沒有算很便宜啦 可是你跟華盛比起來的話 其實是相對比較便宜的一個價格 那本益比呢 對本益比的話它比較低 大概20倍 20倍附近而已 四電的本益比相對來講是比較低 而且它的一個產品的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它有供北美 北美的部分的一個這個 充電樁 甚至所謂的一個變壓系 它本來是2025年才要 產能才要開出 可是因為 北美的部分 美國拜登政府 其實他們也有在做基礎建設這一塊 所以已經將它的產能提前 到2024年 就要做投產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 龍頭股還是華盛 所以華盛一動 四電就會漲 那就看投資朋友怎麼做選擇 你要做龍頭就做華盛 可是呢 我想要做一些 比較的 機息比較低的 風險比較低的 四電應該是可以做留意的 好 四電應該是做留意的 謝謝老師 還有一檔股票 我們都說一檔股票 還有什麼 生計概念股 為什麼呢 對 因為這次總統的候選人 三位很特別 三位裡面 有兩位都是醫生 都有這個醫學的一個背景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 生計的概念股 應該也會這次選前的主要的一個關鍵 那選前的一個這個生計概念股 就看這一檔 4162的自行 因為呢它 今年跟明年都會有新藥 陸續要開發 那它是做什麼 做這個胰臟癌 它這個 新藥叫做安能得 那目前呢 上半年是有機會取得 台灣跟歐盟的藥證 那我們再看它的K線 老師這個名字 其實很討厭 安能得 感覺很難得到 安不是是起的意思嗎 起能得到 要取名 我不知道 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它賣很貴 老師 你說會不會賣很貴喔 對 這個小道消息 聽說賣很貴 聽說賣很貴 可是價格還沒出來嗎 對 沒錯 好 老師你繼續說 好 那我們再看K線的部分 其實第一個它有突破這個整個 將近一個月的一個橫盤整理區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訊號 今天它是屬於這個代量做一個突破 公到110塊的部分 那成交量其實 來到了3500 3499張 這個對於自行 平常的成交量來說 已經有點量滾量的格局 那下方的這個KD指標其實 一直都能夠維持在50之上 也算是一個強勢的攻擊訊號 所以原則上 讓整個生技政策的概念股 4162的自行 也是值得投票 後續的做個觀察喔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標股 政策概念股 還有這個日本的地震 這個會影響股市 全部 哇 你多了解 維遠老師的Line喔 好不好 你都可以加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他號稱小建策 小建策 對 建策是做這個散熱軍片 那他其實也有切入到相關的一個業務 主要就是在於說 他的機息是比較低的 那今天呢 AI的股票有些拉回 可是呢 他異軍突襲 只要呢 能夠守穩這個50 我抓這個位子 大概這根紅棒的一半附近 這個位子不跌破之前 後續應該會有上漲的一個空間 這個是一拳 那另外一檔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像這個 長榮航空 這檔長榮航空的部分 今天啦 因為這個貨運的貨櫃股票在漲 那貨櫃股票在漲 大家想說你運價萬一一直拉高 會不會有外溢效應 果然有 今天2618的長榮航空開始漲 那千萬我跟大家講 不要去放空航空股 為什麼 因為他機息很低 他一噴上去 而且他又低價 所以他一漲上去 可能會相當的驚人 加上現在的這個 油價是比較偏向這個 比較低的一個位子點 那再加上說 他有跟貨櫃的一個替代效應 而且各位不要忘了 接下來就要過年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具備了很多的題材在上面 短線的部分的話我覺得就一樣 這跟長榮的一半 不跌破之前 我覺得都是值得 投資朋友在這邊做一個參考的價位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表股 哇玉卡老師 等一下有人已經把你等一下要講的 貨櫃喔 航運喔 相關講完了怎麼辦 沒關係等一下要聽你怎麼解釋好不好 玉太跟劍側 劍側 劍側 對他劍側 吃你豆腐欸 劍側 小劍側 一拳就小劍側 我們是大劍嘛 對 對 我是大的 是大的 多大一點 多一點也變太劍 沒有我是木劍 木劍 木劍 你比較慘對不對 對 差不多意思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玉太的部分 玉太其實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是做這個維基電麥克風的 那其實之前講過 現在進入到所謂AI時代之後 會除了會有AIPC 也會有AI的NB 那其實進化到AIMB之後 其實它對於維基電麥克風的這個要求 不僅是規格的提高 還有數量也會提高 大概會多到兩到三個麥克風的一個配置 好 那其實呢 如果說以玉太來講 我們稍微把這個價格縮一點點 然後我們400元這邊畫一條線 你會發現喔 400塊的玉太呢 其實已經做到所謂撐壓的互換 原本是它的這個 我們講壓力之所在 可是呢在12月突破之後呢 又過來回測了一次 現階段呢其實400塊呢 應該是扎扎實實處於這個 玉太的一個地板了 而且呢其實我們知道說 如果這個明年度 維基電麥克風會有大量出貨 這樣的情況 我們再看回到今年度 6月到這個11月的營收 你會發現營收沒有太大的表現 換句話說可能比較大幅度的營收的成長 都會在今年度 所以換句話說我認為 未來的玉太 仍然是有機會繼續做表現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建測的部分 好 那這個 陳如剛剛威元兄所說 建測也是做這個均熱片 他在去年度 打入到這Intel的供應鏈 那就是提供這個均熱片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說現階段呢 AI也進入到所謂的AI伺服器的這個領域 那其實AI伺服器 畢竟它的成本相對偏高 換句話說以前一般的伺服器 它可以3年到5年 5年到7年做一個汰換 可是因為AI伺服器它的成本比較高 所以說它的這個耐用期限 勢必會比較久 演繹的時間會比較久 那均熱片其實它沒有辦法用這麼久 那有可能在這個 我想講這個 AI的這個伺服器 它有所謂高度的一個熱能 所以說在均熱片這部分呢 有可能它會經濟到 兩次到三次的一個汰換 那這個其實就是建設的一個商機 同時呢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前面11個月 去年前11個營收 已經先創下歷史新高了 那在前三季EPS的部分呢 也來到13.19元 去年歷史新高是19.54元 其實去年度2023年 是非常有機會創歷史新高的 同一時間我們如果再切一下 建設的大戶跟散戶比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大戶現在是偷偷的一直在吃貨 那散戶呢很簡單嘛 股價一直漲 我就開始在丟籌碼出來 所以其實籌碼反而是越來越集中的 那這種其實已經700多塊的股票 再加上有籌碼集中這樣的優勢的話 其實後續都還是有期待空間的 好 後續還有期待空間 建設大建 大建設 大建設啦 不是小建設 萬希跟華裔 來帥哥老師這一條線 萬希要用哪一條線 季線 知識線 好啦那其實喔 現在這個盤面上喔 我馬上每個人都有一個 法膠在你哪邊買的 月線 月線的一個模式啊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不管是哪個族群 只要後續可以創新高 都是沿著月線那一邊的整理 會有買盤力道拉 那這一檔的旺系 其實他是台積電的概念股 而且是把人預估 2023年全年營收可以創下 六年新高的股票 大家可以發現今天台積電拉尾盤 對不對 可是台積電大聯盟的股票其實 已經開始做一個領先的表現 甚至有經濟更低的股票 其實大家可以沿著月線的買盤 來觀察那個介入的買點 好那這是旺系的部分 我看好他可以一路到整個在農曆年前的表現 好那華裔的部分 華裔來講的話 這一檔其實是一個轉機的股票 轉型的股票 那大家可以發現說他今天拉的漲停板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是一樣外資在底部 在12月下旬就已經不斷不斷的 拉高他的持股比重一路到現在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底部在什麼地方 就在月線的扣底值 在那個左下角下方 月線扣底值 大家可以發現 只要月線這一邊有買盤 不管是10月 或者是11月 只要到月線這邊有買盤的力道 那可以看得到一檔的股票 他主升段就可以延伸出來 那這樣的股票來講 其實 他漲的不會是他的財報 因為他那個前三季的EPS 其實是比同期相對的是還要衰退的 那這一檔股票呢 他走的就是一個籌碼的力道 包含了他的一個轉型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寒假的旺季效應的話 我會覺得說大家也可以去期待說 一直到農曆年前 這檔股票也應該還會有一個創性高的表現 華裔 哇塞 這個遊戲概念股 每次寒假一來都會漲這些股票 好不好 拭目以待 老師我們來看俊妍老師的Line 小老鼠Z178 雖然人家是來襯飯的 對 可是我們要有情有意 好不好介紹他的Line 一定要 俊老師我對你滿不錯的吧 好 謝謝 謝謝 這條線其實可以幫忙到大家 好 謝謝 希望這條線 好 這條線不錯 這個梗雖然滿爛的 可是滿好笑的 滿好笑的 記憶深刻 好不好這條線 小老鼠Z178 讚 讚啦 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老師你好老師 請老師 紅矮變學海 哇有沒有什麼學海深仇 是 SCFI C負 是 運價光標四成了啦 好 那航運股續噴 那漲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呢 是啊 好 我們就來往下看啦 來 首先看一下運價指數光標 好 好 首先呢這個SCFI的指數啊 你看這邊 微笑曲線 這不是微笑的 是尖笑 尖笑 那是歪嘴笑 歪嘴笑吧 那單週飆漲了40.2個百分點 是 最新已經來到1759點了 這已經是2021年以來的新高了 哇 這兩年來的新高很誇張 不得了 好 往下看喔 好 這個歐洲線漲得最兇 漲幅達到79.9個百分點 是 地中海呢 我們知道說中間沒有頭髮就叫地中海 這個漲幅 你在罵距離還老師嗎 菊老師沒有喔 菊老師一條啊 那是地中海耶 對對對 那時候叫我 他沒有啦 他說沒有頭髮的啦 是是是 好 地中海航線呢 這個漲幅也將近七場 以前喔 我有認識的那個朋友啊 是 其實現在蠻流行執法的 執法從別的地方移過來嘛 所以現在很多男生都有困擾沒關係 育凱如果有困擾沒關係 我在幫你介紹 我髮量算很多耶 你髮量算多 真的蠻多的 是是是 還行還行 中海真的好像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是不是 蠻稀疏的 聽說比較好色會荷蒙 荷蒙比較強會比較好色 好像是喔 然後比較容易出 對對對 幸好我現在沒有這個困擾 最近才這幾年沒有 好這幾年 好 好 波磚航線呢 也有三成八 美西線三成七 美東線呢 漲幅是最少的 大概是有接近要兩成喔 是 好 我們來看油板邊了 好 漲真多喔 漲很多喔 好 馬司機呢被攻擊了 所以呢 先暫停48小時通行環 為什麼你講話聽著我就覺得老司機 老司機 馬司機啊 我感覺你這個人就是 不知道可能不正常講的話 你心裡有司機啊 好 來 好 那個馬司機呢 日前宣布呢 本來要恢復通行洪海嘛 可是旗下的這個貨輪呢 杭州號 挺中國味的這名啊 遭到了胡塞的武裝船隻襲擊 胡塞就是夜門的這個反政府組織 青年叛軍 青年叛軍 所以他的宗旨就是反美嘛 反猶太嘛 現在呢 武裝船隻襲擊他 所以呢 馬司機就宣布 暫停宣布這個通行洪海48個小時 可是 我不懂耶 他們到底要幹嘛啦 搞得大家添入人員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這些邏輯都怪怪的 他們就是恐怖組織嘛 他們就是恐怖組織嘛 中東國家認證的這個恐怖組織 沒有必要啊 對 沒必要 你把大家搞得不爽了 你自己把農民容易被狙擊嘛 甚至可能滅完嘛 對 希望不要如此啦 可是重點來囉 那馬司機剛剛又宣布囉 他決定又要再恢復航線了 哇 對 真的是膽子有夠大 有夠大耶 對 老實在運價到底會不會下去呢 先看一下歐洲線再漲100% 歐洲線再漲100% 歐洲線再不要漲100% 來看一下 根據這個 Flagpo的這個數據顯示呢 目前已經有299艘的貨船 總運力是430個 20個英尺的貨櫃 430萬個 430萬個 20英尺的貨櫃 對 已經計劃要改變航線了 大概約佔全球運力的18% 那很多耶 難怪運價漲很多耶 對 那目前市場認為最糟的狀況 可能是全球運力減少2成 那會推升這個歐洲線的運價 飆到5000美元一個貨 重點在這裡 有可能會再次推升通膨 老師再推升通膨 我們再看一下 先來看這個運價啦 老師 好 歐洲期貨的部分 來今天又跳漲 就機率現行這個很漂亮 很漂亮 噴出第一根 再噴出第二根 再噴出第三根 這個一天比一天高 對 標股模式 這個應該是要追嗎 這個 正常來講 如果這股票要追啦 但是 如果說是這個運價的話 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通膨的問題嗎 對 通膨的問題 為什麼老師 因為其實首先第一個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馬斯基 決定 我再派30艘船 去鴻海試一試 對 因為我覺得說 他現在可能一來不信邪啦 二來呢 我覺得是美國會強力進入干預 因為其實 欸老師 你講到一個東西還有一個重點 是 如果真的 我繞一下 我反而可以賺更多 我反而 我可以運價散展 然後我毛利更多 我盡力更多 為什麼我要往鴻海走 反正我可以轉價啊 對沒有錯 可是你講沒錯 我們馬斯基幹嘛要冒著生命的風險 然後被人家罵 都已經講到重點了 雖然運價上去 可是不代表一定對他好啊 不然對他好 我就說那我沒辦法啊 對啊 我就跟兩年前一樣 我轉價給消費者就好 對啊 你真的講沒錯 對啊 是不是無法轉價呢 中間可能有一些貓膩喔 是啊 你在講 欸老師你邏輯真的是不錯欸 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好不好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邊沒錯啊 我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機 我幹嘛一定要這樣 繞繞就繞嘛 反正轉價嘛 那是不是沒辦法 轉價 沒辦法這些轉價 沒辦法轉價給消費者呢 是 是不是 那沒辦法轉價給消費者 是不是代表 供給跟需求 需求沒有想要想中那麼好 是 你講到重點老師 你覺得是往這方面 我覺得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好 所以這個反而貨運股你反而 貨櫃商選你沒那麼看好 不然幹嘛一直試嘛 對我沒那麼看好 好好是講重點 好 重點是可是這個運價上漲 現在是事實啊 是啊 來看一下那運價上漲以後 老師TLT就是美國的 美債啦 工債ETF啦 是啦 美國工債ETF啦 老師那這美債ETF 最近又下來了 對 為什麼大家覺得這個 因為覺得說有可能 因為運價的上漲 造成通膨 那是不是有可能 不太容易降息了 不太容易降息了嘛 不太容易降息了嘛 那不太容易降息了 那怎麼辦 對債券價格就有點 值漲的作用 就下去了喔 老師 那這個有沒有可能老師 美女有問題問題來 對老師那這樣有沒有可能 現在就是美債的買點 欸 問得非常好 聽完下一張你就知道答案了 我先給你結論 是 是喔 是 師傅告訴我們 好不好 哇師傅 請師傅告訴師傅 好 好 來我們直接往下看啦 大咖 大咖看海運 大咖喊咖喳 停一下 來 首先呢 揚明的前董作 謝志堅 他說呢 運價影響關鍵要看 美國聯軍強勢護航的決心 尤其 2024要總統大選囉 所以呢 可能加強歐系航商重返鴻海的決心 我們就講了現在聯準會是 談通膨色變啊 他怎麼可以允許 因為運價又把這個 兩年前的這種惡夢又帶起來 絕對不允許的 而且老師你看喔 代表我本來不知道這個運價佔多少 是 你看喔 全球有18%的運量航線 是 已經改變了欸 對 改變形成了 哇塞 那簽一髮動全身啊 那這邊蘇利斯運河很重要 一定影響這些的 運價影響這些通膨啊 沒錯 所以我如果再通膨下去 我告訴你啦 欸現在川普民調已經是 屌打 我用這兩個字不好意思 可是這是事實 屌打拜登啦 是 就是拜登通膨天路的願 沒辦法啦 只要通膨都是 都怪在現任董事上面 老師你說 對 所以通膨一定要控制下來 如果控制不下來 之後他就不用選了 好 我們看一下國外的智庫呢 也指出呢 鴻海危機造成這個 海運貿運路線的改變 如果對照2023和2024年 其實本來就存在 運力過剩的一個情況 所以不僅呢 對運價 不至於 對運價產生這個 所謂長期的影響 所以預估 會回落到 鴻海危機之前的水平 老師這樣講啊 那時候貨物貴你覺得打帶跑 我覺得打帶跑 好 打帶跑 老師看你現在有哪一條線 好不好 那你繼續看 好 那我們這個號稱 最懂海的男人嘛 是 我們台花投共 嚴董市長 好像賺了八九千萬是不是 是是是 對 每次都他在賺嘛 他說地緣政治呢 是最大的變數 其中鴻海危機 隨著各國的這個巡航艦隊 開始行動 對股價 運價的影響呢 應該是短期的效果 喔 他很短期喔 對啊 至少跟你講喔 對啊 至少要敢做敢擔嘛 是 講一句難聽的 他至少沒有偷偷做股票嘛 對 他就公開給你操作嘛 公開啦 你要跟他一起買 你跟他一起賣嘛好不好 是啊 就跟你賣啦 對啊 就賺給你看啦 對 陽明 九千九百萬 賣出六千張 賺了四千五 賺了四千五百萬 長榮賣兩千六百張 賺了五千四百萬 對 長榮一開始是買 我印象有沒有記錯 大概買約兩千九百張 是 就最近這一批啦 所以代表他沒有 把最近買的全部賣掉 是 可是也賣大部分 也賣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老師這個 因為他我覺得他這些一定 還是有策略性的持股 什麼叫策略性 我跟他 我是合作 我是你的股東 我跟你有合作性的一個策略 結盟 所以這些量啊 還是 這些詹數還是要啊 所以 老師你覺得至少台華投共 大賣持股看得出來 他覺得短期的 對 大勢已去 所以老師 大勢已去那就畢業了 大一大二大三大勢已進去了 好不好 那麼唱個勢在必行 沒有 又是勢在必行 不要表現唱太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華投共 所以你告訴我 我們來看一下 長榮陽明這些股價 對 所以你覺得短期老師 要看哪一條線 好 這個我們不看線 我認為說 就帶大家看一個大趨勢 今天我們就看這個 兩檔最具代表性的 一個長榮一個陽明 首先我們看一下 長榮去年前三季的獲利15塊 然後呢 1到11月的營收呢 創歷史的第三高 可是呢 仍較於前一個年度 衰退57.7個百分點 那現階段 長榮他畢竟有一個 這個實際的獲利在做一個支撐 當然你說要像他前幾年一樣 動輒賺到七八十塊 那不可能啊 對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說看 SCFI的這個十年圖的話 來 我們這個點點 來 對 有沒有看到 目前很高很高 這邊都翹起來了 可是也才1700嘛 那其實 欸老師以前都很慘耶 對啊 以前大概就是這個水準 喔 事情這個不錯耶 對啊 以前大部分你看喔 最高最高 10年來才1500 1800 1583 1501 對啊 好 把通膜算進去好了啦 1700啦 是啊 記得以前陽明喔 要增資 股東都不認啦 是啊 所以老師現在1700 不要含疫情的話 根本就已經是非常高的一個點位 非常高的一個水準 對 所以說現在的股價 C5你說的好 欸真的真的 有辦法到以前那麼高的股價嗎 我認為是不這樣子 老師你這張圖很重要喔 很重要啊 謝謝你啦 所以來 好 現在是賣掉 我認為說 至少啦 我們看到他有外資投信的一個買盤 勉勉強強比較有支撐 如果說你真的要投資 真的硬要從航運股當中選一檔的話 我個人只認為說長榮還可以 但是一樣 打帶跑的策略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 長榮還可以 我幫你翻譯一台語 對還可以還行 對 這邊有一條這個綠色的線喔 這個叫月線 如果說月線跌破的話 我建議你啦 無論如何先跑再說 老師你認同嗎 俊妍老師 長榮的月線 又來了又來了 對 這個喔 大家你可以去比對一下 現在資金不是在航運股 對 你去比對一下 年限拉出來的時候 長榮僅只有長榮 維持在年限上方 老師你這條線很百豔 對 萬海沒有耶 把你看一下陽明啊 陽明再來 陽明 所以要買就不要買什麼 萬海 買陽明 要買就買長榮 可是老師如果真的 就像你講的 貨櫃山球是展真的 需求是真的增加的 應該要展示一起展啊 是 應該像疫情而已啊 那為什麼展長榮 因為長榮體質比較好而已啊 體質比較好 所以不是整個產業需求回來了 對 所以俊老師你用技術線型 告訴我們產業面 我覺得不錯耶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兩位分析師 告訴我們這些 你看論述論述來就知道 哇長榮還原以後發現 哇你年限更遠喔 更強喔 好不好 這很特別 那陽明呢 所以不用講了 陽明就不用講了 第一個他沒有法人的買盤嘛 對 再來就是說呢 去年前三季 年限以下喔 年限這邊喔 長榮還有賺15塊 陽明才賺1塊多 萬海更慘 萬海還是富的 然後呢 營收也比去年衰退了六成多 那陽明基本上就完全不用考慮了 我們不用考慮了好不好 陽明沒有賺很多 沒有賺啦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完陽明在前年的時候 還比較少拍一些短音影片 最近都比較常拍了 對啊 你看最近可能賺比較少 沒有開玩笑 那完陽明他 爺爺爺就穿慢人 是 所以那個取他的名字叫陽明 好不好 前陣子 比較少拍影片 這次最近常常出現 有 因為AP都賣掉了 誒什麼 AP都賣掉了 是不是最近陽明的股價比較不好 但是這開玩笑的好 不要生氣 陽明粉不要生氣 所以告訴我們長榮跟陽明 你要選的話選長榮 是 那長榮跟萬海呢 長榮跟萬海 一定長榮 好 謝謝老師 但如果可以的話 連長榮都不要選 對 所以老師非常精彩 所以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這些獨家的想法 謝謝 你看一下那個運價的走勢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運價的走勢圖 你看到 老師已經講了 以前過去除了疫情以外 其實大部分1500就見糕點 這是在1700 注意一下 而且可能短期的 而且連最懂海的男人 台華董事長 你幹嘛看他 應該 玉凱老師 最懂海鮮的男人 最懂海鮮的男人 海鮮 海鮮燉飯 海鮮燉飯 所有海鮮飯 都吃完了 海鮮麵 海鮮吃完了 留一點飯 太酸了 你好像 玉凱老師也吃完了 都吃完了 你什麼時候也吃完那麼快 那個呢 俊仁老師 正飯的 完全沒飯 連飯都沒有 拿起來 你是唯一最鹹的 所以你把它吃完了 你吃這個乾淨 你來幹什麼 這還趁飯的 這麼好吃的東西 什麼 這麼好吃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對吧 說要搬老婆 太棒了 老婆不會留給他 老婆氣的 叫你趕快 贊什麼 贊什麼 贊壽司嗎 贊壽司郎 不是 我發現不在 這下是贊壽司郎 要記得 好不好 上網去查一下 要查一下 郁卡老師LINE 直接小數 WIN16888 今天節目很精彩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 那個理財發財力 有沒有中獎 怎麼樣 在片尾 片尾 但是Coco會告訴你 我們抽你獎的名單 你可以到時候截圖 看一下 慢慢對照一下 好不好 那也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通常我們是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十次教學影片 對 可是我們禮拜一犯假嘛 所以我們禮拜二 這禮拜是二三五 都有解盤影片 都有解盤 我們常常不休息喔 所以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贊壽司郎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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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家 發財力全數抽完了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中獎的名單有誰 這都是全部的囉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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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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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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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有看到你的照片呢 還有你的名字的話呢 你可以截圖下來 然後證明你是這個帳號的持有人 私訊福利社的Light 8 小老鼠683QJERR 並且呢留言 我中獎了 就會有填寫連結給你 那在連結當中呢 你要回覆帳號的截圖 姓名電話跟收件地址 我們就會將發財力寄給你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來截圖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電腦版的話呢 你們在右上角的部分 點選你的大頭照 截圖這個紅色框框給我們就可以了 那手機版的部分呢 在右下角喔 點選之後呢 會出現這個畫面 傳送來給我們就可以了 那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的放大版在哪裡的話 FB上面都會有每一張中獎的名單 大家可以呢 看看自己有沒有中獎 那恭喜大家囉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拆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遊戲 買著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故事福利 瞬間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周 瘋狂大虎 想先爆 開始想打 喔 哇 這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會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嗎 沒有 我先開始不好看 還能看多看空 搜下秋冬 不擁有我跟妳在妳左右 壞胸 換一支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故事福利 設計線告訴你 這要擋動 你沒事 先做好 然後請坐 一開始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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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 耳蟹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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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